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終極毀滅戰士優秘難度百分之百完美 功能視頻使用的是Zeroom Sourceport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一章節第二章地圖 Nuclear Plants 何能發電站 好 那麼我們馬上進入遊戲吧 好的 來到遊戲裡面 我們讀一下上次的春當 我們來到的是第一章節第二關 Nuclear Plants 一開始呢 這個外圍非常多的殭屍男 我們繞一圈 把他們處理掉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油桶 來製造非常好吃的排骨 這小鬼竟然跑出來了 就像這樣 不過看你喜歡吧 首先探索中間的這個塊 這個塊呢 上面是有一些子彈的 然後在中間這個塊的右邊這個地方呢 不同顏色的牆 秘密地點 放到這個按鈕 我們馬上就拿到背包了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存的子彈上線呢 就加倍 在出來左轉的這個角落裡面呢 有一個電梯 放這個電梯之後呢 我們可以上來拿到一箱子彈 好了 剛才發動的那個按鈕呢 是打開等一下的第二個秘密地點的 那我們從這邊走 這兩個門呢是無所謂的 反正哪個門都是一樣的 把這裡的東西收集一下 可以聽到我們觸發了很多敵人的聲音 然後剛才那個是紅藥石 這個門呢就是剛才那個 那個按鈕打開的 記得收集一下角落的那些 道具 然後這裡出現了一種新的道具 這上面寫的叫做Super Charge 但是它還有一個別名叫Soulsphere 所以說我是一般翻譯成靈魂球 在這個地方呢撿到一把新的武器 機關槍 機關槍呢就是相當於一把 加速連射的這麼一手槍了 稍微看一看這些有沒有道具漏掉 沒有 應該是 好了這個 旁邊這個標記呢 表示我們需要紅色鑰匙才能打開這個門 那這裡呢是正好使用一下機關槍的地方了 衝過來 這裡有一個按鈕 打開之後呢 發動之後呢會打開這麼一個門 這個地方呢是本關比較煩的地方 一個呢是它的場景比較黑 另外一個呢就是很容易漏道具 對於這種迷宮呢 最簡單的處理辦法呢 就是貼著左牆或貼著右牆走 一般呢我是喜歡貼著右牆走 為什麼要打那些油桶呢 就是我要清楚知道我自己來過這個地方 並且把那個角落檢查清楚 所以說用清掉油桶的這個辦法來標記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是比較可行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不同的辦法 這邊先不走 這邊也先不走 都清掉 好了這個地方呢我們記得進來看一看 是跟剛才這個我說不走的地方相連的 就是這個地方了 然後裡面有一個道具 並且有可能有敵人遊蕩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一定要檢查清楚 然後這個地方暫時還先不要過去吧 不然的話整條路就亂了 這個可以看到我們的入口在那 然後這個地方看到這兩個條條 打開 這是第三個秘密地點 裡面是一個背包 這邊全部清掉 這些子彈的一箱是50發的 所以說其實有點浪費 好了繞了一圈 繞了一圈之後呢我們直走 右轉這麼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們貼著牆走是來不到的 因為它的設計原因 然後我們重新貼著右翔走 來到這個盔甲這個地方 它後面這個門呢 是要用槍打才能打開的 第四個秘密地點在這兒 然後看到這個白條 第五個秘密地點在這兒 放動這個按鈕這樣的話 我們獲得了一把新的武器 就是這個 Chainsaw 也是毀滅戰士系列非常標誌性的一個武器 當然這一關可能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暫時不會去用它 好龍軍回來 這次貼左翔走 因為我們貼右翔走過來了 貼左翔走 然後會更快的脫離這個地方 上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電梯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地方了 順著這個路走 把這些資源減上 可以看到這個不同材質的牆打開 這是最後一個秘密地點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更方便的去 解決這個房間 因為 如果我們從那個電梯下來的話呢 很有可能 面對了一大堆的敵人在我們面前 這樣的話就一點都不好 放動這個按鈕這樣的話 兩邊這個門都會打開 走哪個是無所謂的 一樣的 最後一個房間 還被打了一槍不爽 這裡還有一個小鬼不要漏了 好了我們最後來看看 東西都全了 79沙迪42 道具六個秘密地點 過關 好第二關 Nuclepan就到這裡結束了 其實我對這個回味戰士1 好像沒什麼太多的評價 尤其第一章節我 確實覺得我沒什麼要說 總體來說呢可以看到 難度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吧 就是敵人多了一些而已 因為我覺得這個難度也沒什麼 實際上的提升 然後它 是給我們介紹的一種新的武器 是這個機關槍 所以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背包呢它是給的比較早 這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頂著這個 只有一半的子彈上限 確實讓人相當的不爽 它馬上給了 這個增加的子彈上限 那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當然你可以回去 收集一下子彈 可以讓下一關的子彈 更滿一些來開始 不過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必要了 好那麼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來到的是 第一章節第三關 Tossing Refinery 好那麼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